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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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Speak向前走》 我是馬少 歡迎收看《Speak向前走》 台灣原著名的故事題材 在最近幾年紛紛被搬上了大螢幕 也引起了一股原創影像的潮流 像是魏德勝 馬志祥還有萬人導演 在今天Speak向前走邀請到的夢想家 她也是一位導演 不過她特別的是 她是一位泰雅族的女性導演 她也是第一位用原著名泰雅族的題材 拍攝一個劇情長片的導演 最近這十年 她拍攝了紀錄片還有劇情片 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飛了二十多個小時 到了南太平洋的一個 法蜀新克里多尼亞的小島上 她告訴我說 當她抵達那個地方 看到了當地的卡納克族 就好像看見了台灣原住民的影子 那裡就像是她第二個家 之後呢 她就很努力地想要把台灣原住民的故事 帶上國際的舞台上面 也到那裡尋找到了很多的故事 這麼來來回回一共六趟了 但是她說再怎麼樣還是阻擋不了她 再飛二十個小時到新克里多尼亞去冒險 到底她是有什麼樣的勇氣跟力量 去使她去冒險呢 一起來聽泰雅族女性導演 阿哈美波的故事 其實我對女生最初的記憶 其實是在我大概五六歲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有一台八厘米的電影攝影機 那時候我們就大家小朋友 全部都躲在那個部落的倉庫裡面 看著一個無聲的電影 我不是一個在部落長大的孩子 然後當我第一次要拍我自己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是隔著一層沙在看自己的部落 我其實滿遺憾我沒有在部落長大 我落後了人家很多學習泰雅的機會 變成我要更加倍地把它補回來 那影像是我可以做的部分 電影它是一個藝術創作 每一個人要有自己的風格 我可能不是最厲害的 可是我的東西其實是特別的 是別人沒有看過的 為什麼 那是因為我的身分 其實原住民的東西 它是可以拿得出國際 也回得了台灣的一個題材 我甚至還想要拍全世界南島民族的影像故事 這是我一個更大的夢想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泰雅族的導演 我叫拉哈美波 然後我的漢名叫做陳傑瑤 然後拉哈美波呢 就是拉哈是我奶奶的名字 然後美波是爸爸的名字 那今天來這邊就是來分享我的工作 然後還有我的就是對我的創作上的一個夢想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我的族名跟漢名 為什麼要先講這個 我覺得要分享我的夢想之前 我還是要讓大家知道我的背景 然後就是我自己成長的背景 那其實拉哈美波這個名字 是我30歲以後才開始用的名字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有機會 就是接觸原住民電視台的工作 我就想說那我來原住民電視台工作 我是不是要有一個打樣的名字 然後我就問 我就打電話問我媽媽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取一個打樣的名字 然後我媽媽說 你一生下來你就有打樣的名字 你叫做拉哈 拉哈是奶奶的名字 然後你還有副名 副名就是你爸爸的名字叫美波 所以我想說原來我有族名 我叫拉哈美波 然後之後我開始去部落或者去別的國家 我介紹我自己的時候 我都會先用我的族名介紹我自己 那剛剛講到我的漢名 那其實我的漢名對我來講 也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因為我在我30歲之前 我其實從大概4歲吧 我就因為爸媽媽工作的關係 我就搬到台中市去 然後在台中念小學、國中、高中 然後一直到大學來到台北來念書 然後甚至是我的工作 我做的就是跟影視相關的工作 然後一直到這幾年間其實 影視業其實我很少很少碰到原住民的朋友 所以在這過程中其實我 因為小時候因為我媽媽她就是老師 所以我常常會聽到一些都市原住民朋友跟我分享他們 可能在都市生活 然後有被歧視的一些過程 那其實我其實會覺得蠻疼惜的 因為我非常幸運的是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因為剛好我是老師的孩子 然後功課又還不錯 所以我一直是被列為是一個比較模範的學生 所以我也很敢勇於在就是大家面前來講我是原住民 因為我覺得讓他們知道說 欸這麼容易 就是我們功課這麼好的學生是來自部落的孩子 所以我很勇於去承認 可是其實承認你又覺得少了點什麼 因為你承認你承認自己的就是泰雅族 可是你其實不是那麼的了解 然後30歲之後開始有拉哈美波這個名字 那其實我覺得也冥冥之中就開始一直一直 開始想要認識自己 然後去了解就是自己的部落 所以創作影像這個是我的工作 然後其實對我來講也是我試圖就是 這30年間我在就是部落失去了養分 我想要用影像說故事的方式 可能是講我部落的故事 可能是講其他族群的故事 慢慢慢慢的去把它追回去 所以影像是我的工作 那講到其實我覺得我們原住民蠻適合做影像工作的 所以大家要走這條路的原住民朋友 我覺得大家其實都有一點一點的這種天分 有些東西真的藝術啊美感其實需要一點點的天分在 我為什麼講說原住民是視覺系的民族 因為常常我們聽到很多人說 你們原住民就是因為沒有文字 所以你們就沒辦法記錄你們的歷史 然後其實我覺得應該換一個角度說 我們是很善於用影像跟口語表達 來傳遞歷史來說故事的人 因為像答案的話我們有就是織布嘛 有織布的東西 那其實老人家他們就是以前的人他們織布 那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要穿衣服要用到 二方面是他們其實把他們當時的感受 或是可能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其實都會用圖文的方式去記錄當時發生的事情 或當時的心情 那其實我們的歷史 我們沒有問文字啊 我們就是口傳的民族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大學都有口傳系 那其實我們很早就知道要用口語去傳達我們的歷史 所以我覺得原住民是一個很視覺跟影音的一個民族 所以我用影像來當作我的工作 我覺得其實非常的適合 第一個就是對電影最早的接觸 就是我爸爸有一台8厘米的攝影機 然後再過來就是後來我小時候 後來長大之後我也沒有說我想要拍電影或什麼 可是我知道我非常喜歡看故事書 可是我大概還沒有一年接受 我媽媽給我看了那個去圖書館 借了很多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的故事 所以當然好像都跟原住民沒有關係 可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是生長在都市 可是其實對我來講它都是一個養分 然後我開始就是 我也念了那個就是廣電系的電影組 然後其實很多廣電系電影組的學生 每一個人都想要當導演 可是其實當導演在台灣我覺得不是那麼的容易 尤其是你要拍一部電影 然後為什麼我有這個機會 那我覺得那是因為我的第一部電影 我的第一部劇本寫的是我部落的故事 那其實在重新像這十幾年中 就是我跟著很多電影界的前輩 我其實是從很基層的助理做起 我相信很多很多過程是大家很難去想像的 我們除了要訂便當之外 我們還要去幫導演買檳榔什麼 很多很多事情我們都需要做 那其實從這些導演 跟這些導演一起工作 其實我覺得學習到的 並不是說我們學習怎麼拍片或創作 其實我覺得學習到的是一個工作的態度 跟一個對影像工作的熱忱 所以我其實是到了超過十年之後吧 所以我才開始有機會去拍我的第一部電影 因為以前都跟著其他導演就是做拍其他族群的故事 然後我想說當我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我一定要拍屬於我自己部落的故事 那話說到為什麼我要寫第一個劇本 為什麼跟我們部落有關 其實應該是講說 我是來自宜蘭南澳金月部落的孩子 那其實宜蘭的泰雅族部落是全台唯一在山腳下的泰雅族部落 大家應該知道泰雅族是高山民族 我們是在民國47、8年的時候被政府半破千下山 所以民國47、48年到現在已經距離了快要70年了 那個老部落已經荒飛在上面 但是我們部落其實後來就有一些尋根的活動 然後我在2008年我就參加那個尋根活動 就是我們要回到我們的部落 其實我們去年有做過直升機 6分鐘可以到的 我們要人走 不能說走啦 用爬的要走兩天 兩天到回來五天四夜的時間 第一次爬上去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回到一個家要這麼的困難 可是很奇怪的 當我08年爬上去我的老部落之後 因為我知道那是我爸爸有在那邊生長 我的爺爺奶在那邊生長 雖然我爸爸六歲就下來 可是我知道其實因為有爸爸才有我 然後有那塊土地才會有我爸爸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地方你就覺得說 你就真正覺得你是那個部落的孩子 你是答案的孩子 就覺得說我之後是不是該做點什麼事情 那為什麼會講我是道地的劉欣小姐 因為我們的老部落叫劉恨 劉恨在答案就是三叔很多的意思 就是三叔 因為我們那邊三叔很多 所以叫劉恨 所以我覺得我的第一部影片我就想說 我可以試著用就是部落的故事來把它拍成電影 然後其實還要再講到說 因為我的部份叫做不一樣的月光 它其實是從撒運之中的故事去 去就是我們哪有一個日劇時代的一個歷史事件 叫撒運之中 我為什麼會從那個事件去延伸 因為撒運之中跟我的奶奶 我奶奶也叫喇哈 就是我們奶奶講 就是我們的吳亞 我們的吳亞其實也在那個事件中 宋老師過河 只是她沒有被沖走 而且也是因為她 她當時去嵌在台北的中山堂 去演唱三叔這種歌 才讓日本的總督知道這個故事 然後才把這個故事把它拿上檯面 然後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當時的一個歷史事件 那我記得那時候下山之後 我去掃牧 因為我的奶奶很早很早就過世 當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我就跟我爸說 我說我在這邊掃牧 他知道我是誰嗎 那他看得到我 我爸說你看不到他 可是他看得到你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 就起了一陣雞皮疙瘩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寫一個這樣的故事 所以我寫了一個這個劇本 我也送到文化部 也得了一樣劇本 然後後來就把它拍成了 把它拍成了電影 所以《不一樣月光》 它等於是我拍給部落的第一個禮物 其實後來我也拍了很多的紀錄片 是跟我們的部落有關係 那很多人都說 你拍電影一定要拍原住民的嘛 然後我說台灣電影 愛情故事有人拍都會有人拍 結果沒有人拍原住民 那我當然要拍原住民的故事 那甚至有人說原住民的故事 你拍電影不會賣錢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把電影 變成一個商業電影 商業電影如果它的邏輯是 很多人要看的一個電影 叫商業電影的話 那我的電影它可能不會是最多人看的 可是我能講的是原住民的電影 它絕對是永遠都會有人要看的電影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化 而且這個題材我覺得非常的特殊 它是一個可以走的原住民文化 真的就是可以走得出國際 也可以進得了家門的一個文化 然後所以堅持去創作原住民的這條路 一直讓我覺得其實自我認同 就是一個我很大的勇氣 為什麼 因為你說不管任何工作 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在創作上有什麼挫折 我覺得任何工作不管是創作 或是所有所有工作的挫折 它都有挫折 然後它要面對的問題 它要怎麼去走過 我覺得就是 你要對你的工作有熱情 然後尤其是我們這個工作 必須對人有熱情 然後對生命有期待 所以這是我一直一直覺得 我做影像工作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且它也是我去追求去認識自己 去認識自己認識原住民的一條路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我一直覺得我只會拍台灣的原住民 可是沒想到在2012年 有一個非常非常奇妙的機緣 讓我遇見了 這是南太平洋島嶼的另外一個世界的原住民 然後讓我覺得 讓我覺得道立很遠的國度 然後透過影像去認識跟我們一樣的人 這個經驗非常特別 而且我也很希望可以透過台灣去連結整個南島民族 我們可以去拍一個屬於世界原住民的一個影像 那其實今天就是有帶來這個影片 然後現場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世界 你喜歡你的皮 對 他們說一天 我們不需要顏色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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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療像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I made the Canaik, the aboriginals in New Caledonia. New Caledonia, which I couldn't pronounce her name. Nizan Dulé know where is Taiwan? Where is it from? In Japanese. Taiwan, Taiwan. I don't know if the system is blue-blue-rouge, but we can't return to the back, but now it's not for the draft of the Canaiki. Nizan Dulé, we are the Karnaki. When it's about to do the camp... I'm going to put the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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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your waist. It's your waist. I'm going to put the front. Such a family gathering remind me All nice is my own child. I don't know French. It doesn't know Chinese. New Chinese know French. It's our mother language. I flew all the way to the South Pacific. I thought I was far away from home. But home is near. There are sadness. There are laughter. Now I know There is another earth in another place. Wayne. All nice is. 大家看完了這個影片 有沒有覺得是另外一個世界 可是又有一點點的熟悉 有殺豬 然後又 有一些感覺都跟原住民非常的相似 那因為我已經去了 2012年去之後 1314 然後下... 今年我都還要繼續再過去 那因為大家是第一次看到 我不曉得大家看到有沒有覺得好奇 或是想要問有關這個Kanak人 是當地的原住民 其實我剛剛開始影片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句話讓我有點感動 他說你先問說你喜歡你的膚色嗎 然後那位原住民朋友就說 我很喜歡我的膚色 然後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有膚色 來區隔人的種族 因為其實一開始在看這影片的時候 我還沒有看影片之前 我就會想要問是 為什麼會選擇這部影片來進行拍攝 但是我看完這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好像已經早在影片中找到答案了 就是這影片彷彿是在敘述 我們台灣原住民在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的樣子 還滿感動的 謝謝 其實我今天的主題叫做 在世界的一端看見自己 然後那個是我 然後我到那個地方 那其實很奇怪的 我們飛到那麼遠 飛到南半球去 我居然想到的還是我自己的部落 我看到他們非常稀奇 我非常愛他們 因為他們也是一個分享的民族 也是一個講究群體的民族 一個很有文化養分的一個民族 可是我到那裡 百分之八十幾 國際要跨界就覺得這個合作是有點恐怖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夢想是可以執行的夢想 然後等於是大家知道六千多年前 其實有個學說說他們 南島民族族群是從台灣這個地方過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試圖 台灣也可以帶動一個 世界南島民族的一個影像創作說故事的一個平台 或的一個行動 所以這就是我現在除了台灣之外 想要再多做的一個 再延伸的一個屬於全世界國際性的一個 說世界原住民故事的一個夢想在裡面 那時間非常的短我知道 那其實演講結束之後 其實我們原住民的故事是一直在繼續的 我的紀錄也會一直在持續 然後謝謝大家今天來聽我的分享 謝謝 三十歲才開始真正的找到自己 泰雅族的女導演 拉哈美婆 她決心用影像來述說原住民的故事 現在她更要跨越國際 繼續用影像來說原住民的故事 她的勇氣跟決心 有沒有帶給你一些啟發呢 斯必 向前走 帶著你的夢想一起向前繼續邁進 我們下週見 拍攝 謝謝 我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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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